太開心了 判刑確定雞排妹先生 卑劍交九萬壞棉官 順便澄清原位內褲 那你們訪問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由律師來回答 這位是蔡律師 今天的這個處理呢 是涉關鄭小姐本人個人的隱私 和個人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 今日的期望我們是不便來做一個送 我拿掉了 雞排妹與陳怡之戰卻頂落背 當時雞排展三機是這樣的 因為我是被騷擾的人 我是被害者的影響其餓 我不知道的電話 所以 所以妳現在是那是我的電話呢 那妳 我不知道是妳的電話 我怎麼會知道 是妳講的我才會知道 妳自己承認了我才知道 原來變態騷擾我的人 鄭嘉純黑菊姐啊要這麼煩 陳怡當時公布一直騷擾她的電話 原來是雞排妹答的 雞排妹不甘示弱 念出陳怡手機前四碼 095 妳現在要公布我的電話 在我反對的情況之下呢 妳這個就是 違反個資法 妳真的要公布的話 就是違反個資法啊 妳以下有什麼 我們記錯的話 雞排妹沒聽進去 接著在臉書 疑色卡編號透露陳怡手機後六碼 縱成神怡被上白通不明電話騷擾 最後雞排妹被 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罰起訴 二選被判刑三個月可一顆罰金 上月底三神撥黑全案定驗 台北地監署執行可通知雞排妹 5月1號報道執行 若得一顆罰金9萬元可免關 上午幾排妹在律師陪同下 繳罰金並交給律師說明 大家可能對於她跟陳小姐 我本身其他相關案件的糾葛 非常地關心 那我想我們在就各自訪案件 在臨時的一審的判決 以及刑事的二審的判決 都有非常清楚的交代 這樣的案件呢 其實起因都是陳小姐她本人 自己來做一個先洩漏 鄭小姐的這個手機號碼 來做一個詳信 我想這樣的來容 驅罰已經非常地清楚了 那因為今天的這個流程的處理 也能涉及到鄭小姐本人的隱私 我們這個部分是不方便 在做其他的品味員討論的期限 OK 九萬九萬里開背見師 被問到原位內褲不便售訪的 雞排妹售訪了 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用這個品質 就是沒有這件事 我們當時是 他還寫著那有一些衣服 那我們去做藝賣 沒有原位內褲這件事 我回來是要更正你們的用事 因為原位內褲代表是沒有洗過 那我覺得 媒體應該不要講 這件的話好笑 夠了 夠了 OP